真是没想到 Lisa和LV三公主的事情 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据知情人的说法称 在巴黎的某豪宅区 遇到了两人一起看房 这套房子的售价在2000万欧左右 虽然买没买下来 暂时还不清楚 但Lisa肯定有了要定居巴黎的打算了 最重要的是 Lisa的爱犬之前一直留在韩国 从2023年的12月左右 爱犬就被带到巴黎来了 这也可以佐证 Lisa生活和工作的重心 也是发生了转移 当然了 Lisa和三公子最近在巴黎 也是被拍到好多次了 一起看展览 一起逛游乐园什么的 俨然是小情侣一番 而Lisa最近显然是有些人 逢喜事精神爽 在事业上和YG续约了 虽然是团约 但起码曝光度和收入都稳定了 在感情方面 应该是得到了三公子的承诺 否则也不会搬到巴黎来定居了 经过了风马秀事件的影响 Lisa的口碑和声誉 本来已经降到谷底了 但谁能想到 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又把颓势给扭转了回来 不得不说 这个女生的心机和手段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真要是有一天嫁入豪门 大家可不要太吃惊呢 我不要太吃惊了 我不要太吃惊了